那么神奇的昆虫,它们起源于哪里呢? 学术界当中公认的说法,当然是昆虫来自于自然进化 人类所发现的最早昆虫化石,可以追溯到4亿年前 之后出土了大量的化石,证明了昆虫的经历 从无翅到有翅,再到新翅,到完全变态 这说明昆虫不但在地球上居住已久 而且已经完全适应了地球的环境 但除了自然进化之外,还有一种有意思的说法 是咱们不得不提及的 那就是陨石说 这种假说并不是由生物学家提出的 而是两名英国的天文学家提出的 他们推测昆虫是偶然来到地球的星际尘埃带来的 因为地球的自然环境本来就十分适合族群的发展 而是昆虫在地球上快速繁衍,足迹遍布地球 在他们的观点之中,昆虫根本不是地球上的生物 而是彻彻底底的天外来客 如果你们没事去逛贴吧的时候 在陨石吧里,各路大神收集的陨石千奇百怪 有一部分人就曾经在陨石之中 发现了像微小昆虫一样的晶体 或是小蠕虫般的生物 这种发现并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它们没有办法证明 这些生物是本来原生在陨石上的 还是来到地球后后上去的 事实上,人类和昆虫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 在陨石上的壁中的出现 为了一般的食物是一定的 在陨石上的土壁中的 这种人都没有太大了 这种人都没有太大了 感谢观看